問題比賽 勞福局稱 社工專業透過在社會團體服務 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對受助者兼付社會責任 並得到他們的信任 可以對受助者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包括在有關國家安全的事情方面 如果容許被裁定犯了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人士 履行社會工作者的職務 受助者的利益就會不獲保障 令社工專業的誠信受質疑 及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形象受損 当局建議 將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納入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付表2 這些罪行包括 但不限於香港國安法下的四項罪行 即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 恐怖活動 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以及刑事罪行條例的叛逆及煽動等 根據現時條例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由15人組成 其中8人是註冊社工 有6人為特首指定 如下一人為社署署長或其代表 任何人如果被裁定觸犯了條例 付表2 定名的嚴重罪行 就不能或不能繼續擔任註冊社工 除非註冊局全體成員同意 該人就可註冊為社工 換言之只需要一人不同意 就可以被DQ 勞福局計劃於下屆立法會會期 修訂條例付表2